涉及抓打银行并购新竹商银内线交易案的 前部邦金控投资长蒋国梁 弃保潜逃美国六年之后 是隔海爆料 部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 害他沦为了通缉犯 那么蒋国梁也说了 这个蔡明忠派爱将马宝林安排他偷渡 台北地检署在昨天已经主动分案 将针对爆料的内容 偷渡的过程来传唤相关人事调查 也呼吁蒋国梁应该要返回国内来说明案情 不过我们说到了蒋国梁 他当初是有台湾投信界四大公警之一之称 那么现在却成了通缉犯 一切都是因为当年扎打并购新竹营议案 2006年9月29号合并案前五天 股价还在13到14元就爆出了4万张交易量 那么当时在内线交易就传闻不断 蒋国梁是以富邦金法人代表 来担任新竹商银常务董事 也因此被检方认定 他得知内线消息 所以涉嫌以人头户 买进大量的竹营股 而获利至少有1亿元